歡迎收聽《紳士國聽新聞》 以下是趙培微視頻的節目內容 2022年大家有沒有考慮要換手機呢? 我這幾天就一直留意新手機要選哪一款 有傳媒爆料 2月初三星將會推出新一代Galaxy系列手機 最引人瞭目的是頂級版的Galaxy U22 Ultra 不僅性能大幅提升 外觀還會繼承三星曾經的旗艦系列Note的外觀 甚至名字都會由S22 Ultra改為S22 Note 三星是想打Note粉絲的情懷牌 但手機這件事 正常國家的人多數會在性能方面 去討論三星S22和iPhone 13誰更好 這裡就不賣廣告了 有朋友問不正常的國家怎麼選呢? 中共就是不正常的 中國人選手機就有很多新奇的事 這兩天有大陸網友說小米墮落了 網友指的是小米MIUI 13系統 內置了中共的國家反詐中心軟體 這個內置軟體有多厲害呢? 它可以檢查手機所謂的可疑應用程式 在線上傳手機圖文信息 監測短訊和電話記錄等功能 甚至需要用戶上傳敏感的人面資料 什麼是應用程式呢? 在中共眼裡 所有應用程式都是可疑的 大陸網友翻牆用的VPN就是可疑應用程式 有人就說我沒有用VPN翻牆 也對 中共不敢這樣說就變通一下 叫做加速器 打遊戲機的加速器 基本上就是一個連接到全球網絡的翻牆軟體 裝了國家反詐中心的APP 不僅大家在手機打的每一個字 都會被中共審查 不配合中共審查的軟體也會被刪除 大家玩遊戲、聊天就沒人了 但是這樣做是小米主動墮落嗎? 這就未必 中共曾經為了監控中國人的電腦 迫不寄營電腦生產商 預章花貴護航、鹿霸等這些監控軟體 現在智能手機普及了 中共現在想通過國家反詐中心APP 來監控所有中國人的手機 小米只不過是第一個被選擇的藏商 現在大家理解為什麼華為高層也要買蘋果手機吧? 因為iPhone系統不是開源的 中共不能強迫蘋果內置這麼多垃圾軟體 即使如此 中共也接管了蘋果中國的數據中心 在大陸沒有百分百安全的手機 中共為了不讓百姓知道這些手機安全的門路 批動外國運動 打擊三星和蘋果在中國的銷售 引導百姓去買國產手機 既騙中國人的錢 也騙中國人的網絡安全 大陸手機不安全 買手機也不安全 美國玉米馬公司 在大陸開設的全倉式商店 山姆會員商店 被爆出下架新疆商品 中共挑動大陸網民 去山姆退會 一部新的手機回來 她丈夫就在車上說 你愛國愛不成 反而做了一次漢奸 做中國人真是難 正常國家的人 談論手機 會考慮手機的性能 大陸百姓買手機 就像要防賊一樣防中共 甚至在連鎖店 買了一個手機 還要被批評是漢奸 大家累不累呢? 累就退出中共 讓它盡早倒台吧! 多謝大家的收聽 以上節目內容 可以由趙培美視頻製作組提供 今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此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的粵語部分內容 已經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